中文字幕志愿者 俄罗斯对乌东乌南加大战力 乌军袭击克里米亚港的俄罗斯大型等陆舰 乌克兰现在最大问题就是弹药不足 持续向美国喊话要津援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下令 要军队核武部门等加速作战准备 南韩罕见在首尔市区出动上千名军警销 举行国防演习 模拟北韩发动攻击 日本互相纳税制度变调 各个地方城市出花招抢业机 希望有更多税收 除了送高级土产外 包括出游 车长 体验等都拿来当回礼 疫情时玉制菜大受欢迎 大陆官方提出培育发展玉制菜产业 地方大力推广 但玉制菜进校园遭反对抵制 上海发布标准 规定复原率要达70% 观众朋友晚上欢迎起来Focus 全球新闻 岁末年中的脚步深深催 只剩下几天就要跨到2024了 有的人会说越冷越有年味 但是今年的极端寒冷 已经变成年中岁末 很多地方的悲情 全球各地持续上演 比方向澳大利亚东部 遭到风暴重创 有9万人断电 而且已经有10人罹难 另外呢 秘鲁东北部大洪水 所以街道住宅 岁末全部泡水 另外在中国北京 经历了一个冰天雪地 极冷的12月 它创下了超过70年来 12月持续最长的 零下低温记录 那么这个现象呢 应该是跟北极冷空气 向下迁徙有关 明年声音现象还没有结束 所以明年热的更热 干热的更湿 更干 另外寒流会持续不断的出现 白雪纷飞 民众全副武装出门 购人则忙着铲雪 清理街道 中国北京连续两周遭遇寒流来袭 创下自1951年以来 12月最长连续低温记录 超过300个小时在零度以下 寒冷刺骨不过北京胡同里 不少住户却反映没有供暖系统 只能自己买电暖器取暖 不止大陆北方和东北部分地区 低温打破纪录 南安首尔的天气也在近期 从16度走降到零度以下 上周四出现-14.4度的冰冻温度 专家指出亚洲北方出现的 这种极端寒冷的现象 可能与极地涡旋弱化有关 也就是原本围绕北极流动的冷空气 向南移动 入侵较低纬度的地区 目前这种现象是否更普遍 以及是否有暖化所诱发人存在争议 不过专家一致同意 春秋暖化正在导致更多极端气候事件 再加上声音现象还没结束 春秋明年还会面临更多 极热 极湿 以及极寒 巨大冰雹 从天而降 澳洲东部地区在耶诞假期遭遇严重雷暴 大树被连根拔起 屋顶也被吹先 目前仍有超过9万人 无垫可用 已经造成至少10人罹难 同样位于南半球的密鲁 东北部也暴雨成灾 大雨从周二一路 持续到周三早上 把街道变成一片汪洋 不少民众忙着抢救贵重的家电 北半球的英国 苏格兰也遭遇强风 降雪和暴雨 导致全国最长公路一度瘫痪 而非洲的钢果 东部则因半夜一场倾盆大雨 引发山崩和洪水 造成至少40人死亡 由于目前仍有许多死者 被埋在泥沙下 伤亡人数还可能会上升 至于印度北方多个城市 则至周一起笼罩在农物之中 周三首都新德里的能见度 降至50公尺 导致列车和飞航服务取消 不少旅客驾起泡汤 根据印度气象局 这些农物夹杂 旋服为例和其他污染物 可能对2000万市民的健康造成危害 而邻国孟加拉的首都达卡 也被一层层厚厚的有毒烟雾笼罩 27号空气品质降至危险等级 被列为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 TVB新闻总和报道 而年终岁末 南韩首尔举办一场非常少见的 大规模国防演习 从军方到警察 消防还有公民主持的民防组织 这场演习动员了上千人 首尔这场演习 是以以哈战火作为借禁 模拟北韩对首尔的供水 网路通讯电力 这一些重要的基础设施 发动突击时 他们怎么回应 同时间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在劳动党的年终会议上面 下令军方必须加快备战 来应对美国对于反北韩阴谋的活动 充满了敌意的状态 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 这时候再度升温 搭载有毒物质与爆裂物的无人机 低空闯入首尔周遭的进水场 试图大规模污染水源 并且破坏供水系统 假扮的北韩间谍 持枪闯入首尔室内通讯与电缆等基础设施 展开破坏 这是南韩当局周三罕见 举行的一场超大规模国防演习 不仅军方出动大批人员 警察、消防 甚至公民自发组成的民防团队 总计上千人参与 이번 훈련에는 제가 지금 타고 있는 천호도 동원됐습니다 수방사에는 올해 처음 실전 배치된 대공포로 日本에 최대 1200발을 발사할 수 있어 북한의 무인기 격추가 가능합니다 演习模拟北韩当局对首尔的供水、网路、通讯 与电力设施发动突击 중국의 무인기 격추가 가능합니다 北韩当局表现出的敌意增温 让与北韩领土直接相连 而且距离两国军事边境 只有38公里的南韩首都首尔 융为较容易遭到锁定的标的 세계 최고 수준을 자랑하는 이스라엘의 최첨단 방어 시스템이 재래식 포탄과 원시적 수단으로 무장한哈마스의 기습 공격에 속수무책으로 뚫린 것은 우리에게도 시사는 바가 매우 커습니다 首尔市장坦言 以哈冲突反映出 敌人若刻意攻其不備 再优势的军事能力 也不能作为保证 为了保护首尔市内上千万的居民 与工作就学的移动人口安全 以及政府企业与金融中心 等重要设施 就需要更完整的演训 预防背心 首尔市长期盼 能够通过拥有核武 作为终极威吓 来消除平壤威胁 南韩总统以习岳 尽管此前已经公开排除 永和的可能性 但与军事伙伴美国的合作 则是加倍紧密 借以增强监控与威吓 除了韩美两军加强联合演习之外 南韩防卫厅周三更证实 已经正式与美国签约 增购20架F-35A 而且这批F-35A的武器 搭载能力比旧款提升1.5倍 进一步强化南韩的空军战力 北韩挑衅不但让南韩与美国靠得更近 更让原本与南韩关系相对紧张的日本 放下曾经有过的不愉快 攜手合作 共同应对北韩威胁 包括美日韩三国上周二 公开表明将共享北韩飞弹发射的 及时跟肩资讯 日本内阁更在上周五批准了 创纪录的年度国防预算 总计7.95兆日元 大约560亿美元 以原本预算书的7.7兆日元 再增加2500亿 相关国防预算 主要用在建造两艘新军舰 并且搭载美方开发的 飞弹防御系统陆基神盾 还要开发极音速飞弹的拦截器 并且采购飞弹来增加防区外 也就是靠近台海的 日本西南岛屿空防能力 这种彻底强化防卫的做法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应对持续增加军事威胁的北韩 以及与北韩越走越近的俄罗斯 与中国大陆 PT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在以哈战事方面 还有就是在欧战方面 让我们先看一下的是俄乌战争 俄罗斯这个星期加大火力 空袭乌克兰港口的城市奥德萨 和南部的大城赫尔松 俄军其实在乌东战役上占上风 而乌克兰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弹药不足 美国国务院在27号宣布提供乌克兰 2.5亿美金价值的军事援助 可是拜登政府的这个援助资金卡在国会 因此乌克兰可以得到的军援 非常有可能断缺 那么乌克兰军方在26号凌晨 空袭了克里米亚港口城市 炸毁了俄军一艘大型的登陆舰 舰上载有大量的弹药 和伊朗制的攻击无人机 现场的爆炸威力非常惊人 巨大闪光伴随爆炸 拍摄民众吓得惊叫连连 烟雾不断往上窜 时间发生在26号凌晨 克里米亚港口城市费奥多西亚 遭到乌克兰空军袭击 卫星照片显示停在港口的一艘 俄罗斯大型登陆舰被烧成焦黑 连港口城市也遭到波及 俄罗斯只表示一艘登陆舰被炸 船体受损造成一人死亡 两人受伤 但乌军强调舰上载了威力不小的弹药 包括伊朗制的攻击无人机 俄罗斯近期战线告捷 在乌克兰东部不断推进 完全控制了盾内刺客首辅马林卡市 这里几乎没有一栋完整的建筑 俄国媒体发布的影片中 只见士兵在飞墟中巡逻 空中还有无人机不断盘旋 俄军声称现在掌控 乌克兰东部多座战略城市 包括阿夫迪夫卡 但乌克兰和华府智库战争研究所的报告都显示 俄军在这里损失大量人力 至少5万名士兵战死 还有200辆战车和400辆装甲运兵车毁损 乌克兰军方近期遭遇的最大问题 就是前线弹药不足 美国国务院27号宣布提供乌克兰2.5亿美元价值的军事援助 包括防空飞弹 反装甲武器等 但是拜登政府的援武资金还卡在国会 在通过之前 这可能是美国的最后一波军援 俄罗斯本周加大力道空袭 27号清晨 乌克兰港口城市奥德萨再度陷入火害 根据乌克兰内政部声明 这次攻击造成一死四伤 最小的伤者是一名六岁孩童 此外俄军还发动50架无人机 周二空袭赫尔松地区的火车站 当时有超过100名平民 正要搭火车到基辅避难 这场轰炸造成至少5人死亡 赫尔松市南部大部分地区停电 2023年进入最后尾声 乌克兰近期也宣布明年的计划 让国防部门产量比今年提高6倍 乌克兰更计划在2024年 达到年产100万架FPV无人机 1万架中程攻击无人机 和1000架远程攻击无人机的等级 不过在俄罗斯民间 迎接新年的气氛有些沉重 超市货架前民众看着鸡蛋产品 心里面的算盘怎么打都觉得不对 因为价格实在太贵了 排价显示10颗鸡蛋200卢布 约合台币67元 但这已经是连涨一年的价格 俄罗斯民众好焦虑 因为新年团聚的家常菜 少不了这道奥利维耶沙拉 使用大量水煮蛋制成 统计过去一年 俄罗斯鸡蛋价格平均涨幅约40% 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期登上电视节目 就遭到一名富人抱怨淡价问题 他也当场公开道歉 打了超过两年的乌俄战争 也让俄罗斯国内经济暴受冲击 TVBS新闻综合报道 2024是美国大选年 但是美国这个大选最诡决的就是 在共和党内声势一直非常高 那么校正川普的前总统 校正拜登的前总统川普 到底有没有资格参加 2024总统的共和党 党内大选初选呢 因为美国现在有科罗拉多州 认为川普涉及2021年国会暴动 所以呢不准川普参加该州初选 而共和党的科州党部呢 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现在密西根州最高法院呢 是驳回了禁止的这个案子 亚利桑那州 明尼苏达州 新罕部下州也一样 那么同时都在选票上呢 决定可以应上川普 那这场初选呢 就有四个驳回禁止川普 参与初选的州了 2024大选看起来呢 几乎非常笃定的 会是川普对决拜登 民调显示 拜登在美国年轻的 X世代当中 只有三成四的低支直路 美国前总统川普 成功保住在关键摇摆州 密西根竞选连任的资格 周三密西根州最高法院 驳回禁止川普参选的诉讼 换句话说 川普的名字将出现在 明年2月27号 密西根州共和党初选的选票上 提起诉讼的自由派团体认为 川普涉及2021年1月的国会暴动 以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第三款 禁止在宣誓效忠美国后 又参与暴动或叛乱的人担任总统 但法官认为 州法律没有规定 选务官员能审查 总统初选参选人的资格 这不该由地方法院审理 密西根州的裁决 一反上周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 根据同一条宪法修正案条款 裁定川普不能在科罗拉多州 参加总统初选 共和党科罗拉多州党部 已向美国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川普阵营也扬言绝对会上诉 其实美国多个州都有类似诉讼 不过除了科罗拉多外 连同这次的密西根 亚利桑那 明尼苏达和新 罕布下都驳回禁止川普参选案 奥勒冈和缅因则尚未做出决定 川普因试图推翻2020总统大选结果 已在联邦和乔治亚州被起诉 但尚未被控暴动罪 最高法院的裁决将决定川普2024 在全美参选总统的资格 不过就选举制度来看 科罗拉多州的判决对川普影响不大 因为2020年他在科州输给现任总统拜登13个百分点 科州九张选举人票本来就不在他囊中 但上届两人差距不到3%的摇摆州密西根就相对关键 目前川普在共和党的支持度可说一枝独秀 原本民调排名第二的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提斯 选情已急转直下 根据纽约时报报道 他自己的民调专家透露 阵营已从维生状态走向安宁 等于提前宣告德桑提斯恐即将退选 近来声势看长的前联合国大使海力则积极造势 希望拉近与川普的距离 不过2024很有可能还是重演川普对决拜登 两位七八十岁的长者真能吸引选民投他吗 根据NPR PBS新闻一小时民调 拜登在X世代也就是1965到1980年出生的选民当中 支持度最低 近34% 在婴儿潮世代也就是59到77岁的选民当中最高 达50% 但也有人认为81岁的拜登和77岁的川普 实在不适合再担任总统 两人在这份民调中也继续五五泼态势 拜登以49%对上川普的48% 不过两人倒是有个共通点 就是选民反感程度都超过好感度 TV新闻综合报道 欢迎回来继续focus 台湾有那种熟食及时的料理包 中国大陆叫做玉制菜 预备的玉 制是制品的制 那么玉制菜的产业在过去四年疫情的时候 发展得非常迅猛 这种及时的食品在去年的市场规模 已经冲到人民币4200亿 但是玉制菜太火 最后就遭到了自己过火过红的回马枪 反而现在有一种掉落神坛的感觉 他们很在乎的是这个玉制菜复原率怎么样 就是吃起来像是现炒的菜 叫复原率 这个口感上海规定 必须要经过检验超过七成 那么另外它引发的一大争议 是中国大陆开始校园公餐 用玉制菜家长群其抵制 结果惊动了中央的教育部宣布不可以 那么还有餐厅 大家发现竟然大厨用玉制菜料理之后上桌 让整个玉制菜的行业备受打击 这个按照它后面的一个制作方法 然后一个一个往下蒸菜就可以了 就非常非常的方便 切好的豆腐配菜 还有调味好的酱包 按照顺序丢下锅 炒个两下 一道菜就完工 还有这个猪肚鸡汤 更不用花时间熬煮 一样下锅炸热即可 我觉得玉制菜真的是开启了 我做饭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新的篇章 就像是我们这个猪肚鸡啊 还有这种小龙虾 如果要是我自己去做的话 我可能没有办法去做得这么好 如同台湾的条理包 即时食品 大陆称作玉制菜 在过去的三年多 新冠疫情期间 由于外出用餐受限 让玉制菜产业迅猛发展 2022年市场规模达到人民币近4200亿 进到超市里 一整排玉制菜产品 选择超多 因为你备菜的话 一些配料的话 买很多的话吃不完 你不能吃一个星 是以这个年轻的白领为主 那么他们的整体的这种 购买价格区间在39.9到79.9之间 玉制菜经济实惠快速方便 大陆官方还曾发布政策 提到要重点发展相关产业 不过今年以来 玉制菜却从大力推广到迎来监管 上海订定玉制菜生产加工 卫生规范 12月起实施 其中明确要求 玉制菜复原率需超过70% 这也是真的消费者现在比较困惑的 就感觉这个玉制菜不好吃 我们也说了一个分析 上海第一批抽查36道玉制菜 和商家现做评比 结果复原率平均值达到9成以上 不过除了口感 消费者对于玉制菜有更多的质疑 我不知道这个储存保鲜 这个过程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环节 能够保证这个安全 食品安全吗 我最在意的可能就是里面 不要加太多科技跟狠活吧 我如果会买玉制菜 我可能会多看一下 它里面有没有加一些防腐剂之类的 在今年9月的开学季 玉制菜更引爆渲染大波 起源是在江西干州 有学校给学生们准备玉制菜便当 不少家长抨击菜色不新鲜 发起抵制 事件与轮发酵 最后逼得大陆教育部得表态 表示校园应该禁止给孩子吃玉制菜 不健康啊 对吧 必须吃菜必须得新鲜 不能提前准备 因为孩子身体也小 吃了那些东西也不是特别健康 不仅是校园禁玉制菜 市面上也有不少餐厅外卖 厨房贪图方便 直接用玉制菜上桌 一般顾客要问的话 我们都会跟他讲 顾客到餐厅用餐 结果吃的是条理包 预制菜各种负面争议 让产业最初预计未来能达到人民币兆元规模的美好愿景 跌落神滩 而另一个也是受市场追捧的行业 如今过度饱和 那就是网约车 这是睡觉的被子 这是牙刷牙膏 这是洗衣液 很难想象在上海的网约车驾驶把车子当成家 平常除了睡觉时间 其余时间都要把握接订单 如果我租房子的话 我住在浦东 我这一单下去哄桥了 回家需要时间 要空跑 节约开支 因为就上海来说 林郑的网约车多达7.6万辆 车子多 每位驾驶分的订单就少 不少驾驶赚得辛苦 以车为家 您是开网约车的吗 我是重庆的时候就去的 上海已经暂停网约车发证 今年以来 包括重庆 深圳等大城市 也预警网约车行业已经饱和 截止到10月底 全大陆有超过600万辆网约车 远比去年多了100多万辆 过度泛滥下 行业利润必定压缩 TP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接下来看的是 让美国人头痛得不得了的 边界非法移民问题 现在美国似乎要求助墨西哥 美墨边境是非法移民 最容易跨越的地方 12月到现在 每一天 有一万个非法移民压境 美国国务卿特别跟墨西哥协商 美国是希望从墨西哥去切断移民 透过边界一直往美国挤的情况 而且建议核发证件 吸引移民留在当地 那你觉得墨西哥会答应 把非法移民从美国的问题 变成墨西哥的问题 其实这已经是拜登执政来的 最大痛点了 有70%的公民不满意 拜登的处理方式 他严重冲击了拜登的连任选情 而拜登最近表态 愿意做出重大让步 他是要增加边境的安全支出 换取共和党 赶快通过军援乌克兰的预算 美国德州和墨西哥边境 自12月以来 每天都涌入近一万移民 不少人都停留在德州 伊格尔帕斯市 当地居民的容忍度 也快被逼到极限 总统拜登周三派出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 前往墨西哥与总统罗培斯欧布拉多会面 讨论降低边境移民人数的对策 美国希望墨西哥让移民往南移动 并控制铁道交通 阻止移民搭火车北上前往美国边境 另外也建议墨西哥发给移民签证 吸引他们留在当地 墨西哥政府上周承诺协助缓解美国移民压力 总统罗培斯欧布拉多也敦促美国国会扩大投资 不要只想着架设铁网和高墙 而是要帮助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穷人 美国为了阻挡移民 目前关闭边境其中一座连通桥梁和铁道 这也导致边境大灾车 等待时间长达15个小时 许多必须往返两国的民众 宁愿走路也不开车 原本计划大火车前往边境的移民 中途受困 只能在铁道上炸银 烧柴火度过冬夜 美国长时间关闭联络桥梁和铁道 造成数亿美金的经济损失 亚利桑那州与墨西哥边境通道也关闭 当地的观光业受到波及 德州议会近日通过一项 严格的反移民法 从明年三月开始 将赋予警察和法官 逮捕和遣送非法移民的权利 墨西哥政府也因为经费不足 暂停遣送移民 才会导致移民大量流陷 德州州长阿巴特在移民问题上 采取激烈手段 派巴士将移民送到民主党执政的城市丢包 纽约 芝加哥和丹佛市 已经接收超过八万移民 远远抽出负荷 17号 一名五岁移民男童 生病送医不及 在芝加哥病难所死亡 更凸显了移民艰难的处境 周三 纽约 芝加哥和丹佛市 市长再次向联邦政府求援 必要求德州政府配合 移民巴士抵达前要事先通知 并在固定的地点停靠 不要乱丢包 总统拜登执政最大的痛点就是迟迟无法解决边境人民问题 这也冲击到他明年11月连任选情 民调显示将近七成的民众不满拜登处理移民的方式 拜登近日表示愿意做出重大妥协 同意增加边境安全预算支出 但前提是共和党必须通过军援乌克兰的预算 TVBS新闻总和报道 Focus回到亚洲 在年中的时候 很多日本的企业员工最好奇的就是 究竟今年的年中红利如何 目前日本雇请500人以上的大企业 他们今年的年中红利的均值 是达到日本有记录以来第三高 也就是说相对的年中红利非常的优渥 而在地方年中的时候 也是拼命的抢一种故乡税 故乡税是日本的独创的制度 它开放国民自己选一个城市捐款 那么日本人的节约一时高张 所以故乡税蛮难收到的 而过去是拿了国民的故乡税 相对的就送地方的土产作为回礼 而现在故乡税变成了一种 竞相送礼的恶性循环 很多地方为了争取故乡税 比拼奢华 其实他们的回报根本跟在地的传统习俗 或者是生产一点关系也没有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日本的岁末现象 年底了出国旅游的人 挤满了东京与田鸡场 日本今年的新年假期 从本周五开始 动作快的早就已经请好假 切换至欢乐的果节模式 辛苦一整年 上班族都等着年终降临 日本工商业巨头之一 金团联调查 过元数在500以上的百来间大型企业 2023年冬季红利平均支付 90.64万日元 比去年增加超过1.2万 发放额四年来首次大于90万日元 也是1981年由统计以来 第三优渥的年终奖金 不过民间满意度却不高 大环境不景气 不只商业消费相对冷清 行政体系也意外受波及 那粮食政府人员顶着12月的冷风 在街头随机推广招牌特产 希望有更多外地人对古都华着迷 用税金换美食 为了舒缓地方财政困难 平衡城乡贫富差距 日本政府自2008年起创办 故乡纳税制度 国民可自由选择纳税城市 每座城市在收到税款后 则回馈地方土产作为谢礼 不过老师送食品久了便没吸引力 于是现在流行回赠体验 前一秒还在送金的住持 这回换上禁装扁身自行车导游 带着纳税人游力相间 警督与志田园亭与在地寺庙合作 只要故乡税捐款达5万日元 就肯来到这探索历史 庙房也提供超金选项 纳税还能净化身心灵 祈福县飞驼市同样把人当作回礼 捐款2万日元以上 有着60年经验的香鱼野钓界传奇 便手把手传授钓鱼功夫 福岛的白河市则是推出车掌体验 故乡税捐达到6万日元 就能进入JR训练中心 化身一日JR铁道园 本事利益良善的故乡 纳税制度沦为恶性竞争 城市间相互较劲 回赠品花招百出 而不走花众取宠路线的城市 只能看着肥水流往外人田 例如横滨市 本年度的居民税 出估将减少272.42亿日元 为了夺回关注度 横滨市也学着下狠招 捐款若达到100万日元 就可以入住迈克阿瑟将军 喜剧泰斗卓别林 绑球之神贝比鲁斯 沉下他的饭店 虽然故乡税 能够让纳税人的钱 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然而社会行为专家也警告 过度追求等价物质 反倒可能加深城市间的贫富差距 呼吁理性纳税 以免造成行政失衡 地缘新闻 最后报道 聊天机器人的摇篮 OpenAI现在真的踢到铁板了 纽约时报提告侵权 最主要的原因是控诉 他们没有经过允许 就运用纽石数百万篇报道 搭配车来训练聊天机器人 AI模型 纽石塑状有举例 ChatGPT非常可能提供错误的讯息 损害了纽石的名誉 所以因此提告 AI聊天机器人ChatGPT 数大招风 最近又踢到铁板 周三 美国权威大报纽约时报 对ChatGPT开发商OpenAI 和大金主微软提告 控诉他们没有经过许可和付费 就擅自使用纽约时报 数百万则新闻报道 深度调查等内容 来当成训练ChatGPT 和其他AI模型的资料 纽约时报认为 这不只是和新闻机构的作业对立 也威胁到新闻业提供独立报道的能力 而在这之前 鲍尔达奇 约翰格里逊的知名小说家 还有喜剧演员 沙拉西弗曼也先后控诉OpenAI 误用他们的著作权材料 另一桩又有新进展的侵权案 来自科技龙头苹果 案件要回溯到今年10月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裁定 苹果的两款智慧手表 侵害到加州一间公司的血氧侦测专利 这两款有测血氧功能的Apple Watch 已经从上星期开始 在美国暂停贩售 掌握身杀大权的拜登政府 也并没有推翻ITC的裁决 但就在周三 苹果上诉成功 让这两款Apple Watch 能够重新上架 但同样只是暂时 无论耶诞还是新年 大企业的侵权官司照样开打 而一般美国民众也没闲着 在假期大写拼送礼物 现在又因为种种因素 回到同一间购物中心 排队要办理退货 不满意商品的理由 除了设备本身出问题 还有许多人是不小心 买到一样的 你回到什么呢 它是一台机器和一台盒 为什么你回到它呢 我还没想到 我妻子买了一新的一套 所以她不需要两套 我妈妈给了我一套 然后我父母也给了我一套 所以这就是 家庭的争论 但是要怎么退 无各家零售商政策不一 在连锁服饰品牌 American Eagle 退货没有限制 只要把收局带来 家居大厂IKEA则是要求一年内购买 且要全新没拆封过的商品 凡道士一般认为 退货稀松平常的店家 则宣布要在假期着收运费 就连电商龙头亚马逊 也向使用UPS收件的顾客 加收1美元费用 至于全球最大的披萨连锁店 也在岁末年中传出坏消息 宣布要裁掉 加州一千两百多名送餐司机 在通蒙降温真正有感之前 从消费者到企业通通能省则审 而对于这两年 被高房价下退的首购族来说 则在打量2024年进场的可能性 全美10月的房屋价格指数 最新出炉 却飙上了记录新高 除了因为当时的房贷利率 冲破7% 创23年来最高水准 还加上房屋的库存量 也处在历史低点 随着2024年 美国联准会降息在即 兴奋的可不止购物一足 周三美股交易量清淡 三大指数小涨作收 月线季线年限则统统上涨 但分析师警告 涨势可能在明年元旦回吐 特别宣伤的大指数人物 日本棒球巨星大谷祥平 现在有了同乡战友 号称日本职棒最强头的山本游升 披上了洛杉矶到期的18号球衣 召开记者会 只是比起大谷只说日文 山本的记者会显得诚意十足 因为他的自我介绍是全用英语讲的 而且他也承认大谷是他选择 洛杉矶到期队的原因之一 甚至引用大谷舍弃憧憬的名言 看得出来 这位新加入的山本 非常非常尊敬大谷 谢谢您今天跟我们一起focus 全球新闻 祝您平安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